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每周360 让我们一起回顾30周车坦的大小消息 第一则新闻 VMW上个星期一口气发布了三款新车 包括了这个i4,M2,还有这个iX,M60 我们先来讲讲这个i4 eDrive35 这个马币只是需要258,210块 是目前最入门的i4车型 在外观的设计上 它和之前发布的eDrive40的车型非常接近 内装看起来也是差不多啦 动力和续航才是它和eDrive40车型最大的区别 两者虽然都是后置单电机的布局 不过eDrive35的车型动力时速只有286HP 峰值拥力表现是400Nm 0-100只需要6秒 那么这个72.2kWh的电池组 可以带来长达490km的纯电续航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最入门的i4它值得吗 另外还有这个M2 终于来码了 它也是目前最入门的新世代M car 我国的原厂售价是从这个598,800块 还有这个642,800块 分别就是这个贵一点的就是这个Pro Package的版本 有很多很多的carbon fiber 连车顶也是carbon fiber的 那么这款车搭载的是3.0的直列6缸 双涡轮增压引擎 搭配的是8AT的M StatTronic自排变速箱 最大满力表现460hp 峰值拥力表现550Nm 0-100加速只需要4.1秒 最后就是这个BMW iX M60在我国发表了 它是iX系列中最强的车型 是原厂收款由BMW M部门打造的纯电性能车 这个M60相比普通的iX整体张扬了许多 性能也是比普通的iX厉害 有自信的空气悬架 带有电子控制的减震器 还有后轮转向 但车子在普通模式行驶下 车辆可以提供最大满力表现532hp 峰值扭力表现1015Nm 至于在弹射起步模式下 最大满力将会提升至619hp 另外这款车搭载的是105.2KWH的超大电磁组 可以为这款性能高强的SUV 带来最远续航561km 这一次BMW真的是让我们看得烟花缭乱 各位老板们你们选好哪一款了吗 可以留言告诉我哦 第二个新闻 2024年的Torota Land Cruiser 登场了 终于这个Land Cruiser 迎来了换代的车型 这一次原厂用了它当家的 TNGA GAF的平台打造 而且它的外观内饰还有引擎都有更新的设计 因此这一次它不只是主打越野的能力 外观和内饰也让它看起来加分不少 首先在外观上 新一代的车型依旧是采用了一个比较硬朗的 越野风的设计 不过这次原厂用了更加方正的线条 然后前脸有着方正的LED的投针组 并且配上大尺寸的黑色的水箱护罩 值得一提的是原厂也带来外型更加复古的Prado车型 它采用了一个圆形的头灯组 并且外观看起来更为狂野 内饰的话 这款车明显比上一代的车型精致了不少 全新的设计和数位化的仪表 大尺寸的中控触屏主机 符合现代以科技为主流的时代 原厂首次为这款车加入了这个Hybrid混合动力的系统 它搭载的是2.4L的Turbo引擎 加这个电机组成的i-Force Max混合动力系统 配的是Bug AirT的自排变速箱 有着最大满力表现326HP 峰值能力表现630Nm 那么这款车将会在10月份位于欧洲率先上市 至于我国 目前原厂还没有表示什么时候会引进 如果引进的话有多少人对它感兴趣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第三个新闻 Mishibishi全新V-Segment SUV登场 这一款车是基于原厂之前的XFC Concept的概念车打造 原厂仅仅公布了它的外观 至于其他细节则是暂时保留 但是有本地媒体爆料 原厂在MyIPO注册了新的商标名字 名为Destinator 所以很大可能就是这款车的名字 因为沿用了概念车的设计风格 所以外观设计相当前卫 另外它的大灯组设计也保留了概念车上非常夸张的设计 至于动力的部分 在原厂的文告中 竟表示这款车将会使用1.5L的引擎 匹配CVT的变速箱作为动力配置 而这很有可能是搭载在Expander上面同款的1.5L的Mivec自然进气引擎 有着最大马力表现103HP 风值能力表现140Nm 但是也有传闻说它将搭载代号为4A91 涡轮增压版本的1.5L的Mivec Turbo引擎 预计将会有着最大马力表现150HP 风值能力表现210Nm 这款车将会在来临的8月10号 在印尼的国际车展上正式全球首发 相信到时候原厂就会试出更多的细节 而既然已经在大马注册了商标名字 相信这款车也很快就会来到我国了 那么大家期待吗? 第四个新闻 Gili GX3 Pro下周登陆菲律宾 这个GX3 Pro定位的是一辆Air Segment的SUV 外观上有着Gili家族式的设计 配上锐利的头灯组以及运动化的保险感 内饰的部分还有着大尺寸的中控触屏主机 软塑料包裹的门板还有皮革座椅等等 整体的质感还是有着一定的水准 至于引擎的部分它采用的是一具1.5L的四缸自然进行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100HP 缝制力表现145Nm 匹配的是5MT或者是CVT 那么目前Gili在菲律宾当地售卖的四款车 都是有被我国Proton贴牌的车款 而大马的Air Segment SUV市场 自从Artiva还有WRV发布后 就没有其他同级对手 那么不知道未来GX3 Pro 会不会也是有机会被Proton贴牌到我国贩售呢? 欢迎大家留言一起交流分享 最后一则新闻 中国北京汽车进军大马 北汽其实是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产之一 那么北汽已经和本地的一家上市公司 EP Manufacturing VHD 签署了量解备忘录 未来这个EPMB也会将在我国推出 CKD本地主张的BJ40P还有X55 II 那么首先这个BJ40它的定位是属于越野SUV 它在中国有三种不同的引擎配置 分别为2.0L的Turbo汽油引擎 还有另外一个2.0L的Turbo柴油引擎 还有1G2.3L的Turbo汽油引擎 其中动力最强就是这个2.0L的Turbo汽油引擎 可以输出221HP加380Nm 那么另外这个X55 II对应的 则是中国版的北汽模仿 它在定位上是属于C-Segment的SUV 未来在我国的对手 主要瞄准的就是Honda的CRV 还有这个Proton X70等同级车款 它搭载的是1.5L的Turbo引擎 配上的是7速4速双离合的变速箱 可以输出185HP加305Nm 0-100加速只需要7.8秒 那么对于又一家来自中国的汽车制造商 俊军我国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只要有竞争 各家车企就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产品 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 无疑是一个更好的消息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订阅分享和按赞 我是CK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